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最佳的UX设计案例研究是最近由K-Study Club的成员选出 2018年最佳的UX设计案例研究JavaScript 学习JavaScript是一个学习和练习JavaScript的交互式过程 它是在基于测试的直观环境中学习简短的课程和练习 Social Sizers是使用Sketch, Adobe XD和Photoshop模板的社交媒体图像 和视频的一体化长作 Photo Creator是一款用于创建产品的照片的应用程序 Static Site Boiler Plate是用于构建现代静态网站的工作流程 它包括自动构建过程、本地开发服务器、生产缩小和优化网站 以及静态网站的最新标准 Free Image and Photo Resizer是一个调整照片和图像大小的工具 以适应Facebook、Instagram、Twitter、YouTube、Pinterest、Rintedin、Snapchat、Google等 展示广告网络以及标准电子邮件和博客图片大小的标准尺寸 UI Founder免费提供优质的网络和移动资源 包括搜索字体、图标、用户界面工具包、模型等 UI Sounds 是一款用于收听、流行应用声音的工具 包括来自 Slack、Skype、Facebook、Twitter、WhatsApp和Apple的用户界面声音 React Insta Stories 是一个使用React在网络上创建、类似Instagram的故事的工具 免费字体、Rinomano是一种免费的定期固定宽度的字体 可用于网上以及打印纸上 Classical是一种清新的手写字体 在每个曲线和线条上都具有美感 特色是说法显得比较干净 TT-Ruji UI是一种现代的单宽度无衬线字体 其单个字符宽度在所有权重上都是恒定的 SoulCraft是一种免费的开放式可变字体 其设计理念是模仿白化字体 用户可以在不意外于 预定一字体粗细的情况下 更改每个字符的宽度和倾斜路